奇葳花30秒给Lucky起了名字,听起来随意,但谁注意到这个细节? 奇葳花30秒给Lucky起了名字,听起来随意,但谁注意到这个细节? 奇葳和李承炫的女儿Lucky参加综艺想想办法把爸爸的录制,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吧?奇葳和李承炫结婚后,也是鲜少放出孩子的照片,有放出,也几乎都是被灭照。 所以此次一出现,就受到了许多关注。 从官方放图,和路透图片,视频中,可以发现,小Lucky是一个十分活泼的人。 他一点也不怕生,并且继承爸爸妈妈的天赋,小小年纪,也很喜欢跳舞。 几次被拍到在街头就和爸爸都舞起来,也是十分可爱了。Lucky女王果然名不虚传。 那么在万众呼声下,想想办法把爸爸节目组也是放出了宣传片视频,视频中Lucky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可爱,简直是小鸡脸被人了。 一发出预告,就被可爱的小Lucky圈粉了,表面看起来这么酷,小乃音又这么软萌,还会给你笔心的小宝宝哪里找,七微家找吧。 Lucky的脸上大概写着可爱本人吧。Lucky叫李乐奇,这个名字七微自己也透露到,是自己花了三十秒起的。 虽然三十秒起的,但还是小心思满满啊。 李承选的李,七微谐音的其中间是个乐字,这不就是李乐奇吗?不得不说,七微虽然说得轻巧。 但还是有花点心思在上面的。 那么对于老公李承选,七微评价道,觉得他是个很称职的爸爸,但是有一点,就是李承选很严厉。 所以偶尔就会有把Lucky骂哭的时候。 对于这一点,李承选自己也说,每次严厉的时候,自己也会反思,会不会是真的对孩子太凶了。 孩子年纪太小是不是应该再温柔一点,不要那么凶。 。 节目组也是很懂,就直接在后面放上了Lucky的画面,还说着对的。因为我是小朋友不是吗? 。 看着预告片就能感受到一家人日常是多么有趣。想必正片一出来。 。 一定会有许多人喜欢上这个爱美妆的宝宝的。你喜欢他吗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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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